大家好,歡迎收看足球頭條,今天又拍大包,為大家報導一些足球的最新資訊 今天會報導一個Express的報導,他就說李物浦在這個轉目窗後比較靜,其實也不靜,包括天武雲娜事件 但他就說現在他們轉到狼隊,早幾天都跟大家說過,炒理他們很有興趣,炒理之外還有另一位狼隊的球員他們有興趣 另外最重要的是,他們真的可能要放棄一些現有的球員,才可以買到新球員,即管看看Express怎麼說 他就說,Globo很大機會想用5千萬買到一個狼隊的球員 幫到他的中場手,可能大家都猜到,狼隊中場球員值5千萬的就是Rubin Navas 其實李物浦當然,今年的表現是不錯,已經很大機會獲得英超冠軍 但在中場來說,他們很倚靠三個重心球員,包括他們的隊長Kindersson Fabino 以及Vanadam 即是韋娜杜姆 這三個亦都在去年獲得歐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但李物浦當然有剃補,剃補包括有張伯倫 詹士米娜 拉蘭娜 以及基達 基達其實就發覺自己 在一個 有機會做剃補的一條隊,就越來越排得後 因為始終 他是一個利物浦用了不少錢買回來的球員,他之前在內比式行球,踢得不錯 根據Express的引述,太陽報的報導 高普可能失去了耐性,對於基達,因為大家都知道 很多時候球員進入利物浦之後,都要等一段時間才適應到 高普的戰陣才會打得好 但基達好像越來越來越距離 目標越來越遠 再加上之前的天武雲娜事件 利物浦可能就不想用那麼多錢去買新球員 所以 他們引用 之前摩連奴引用過的一個辦法 一出一入 即是買走了 自己的中場球員,才買回一個適用的中場球員 這樣 說回Rubben Nervis 是不是李維斯 現在的價錢好像是5千萬英鎊 但其實這位23歲的球員 是狼隊今年的成功 在紐爐山道帶領之下成功 這兩三年,不止今年,是非常重要的其子,重要的因素 所以狼隊會不會 放走他呢 其實真的有一個很大的問號 好,再加上 剛才之前跟大家說過 其實利物浦本身都已經對另一位逆風球員 Triori 查奧里有興趣 有沒有可能一切 在狼隊買到兩個他們的中心球員呢 我想這也是 第一 難關要過 但是另外第二 就是因為利物浦在轉匯費的 budget 可能也會有限了 所以 很明顯利物浦應該要賣一些球員才能做到 剛才說了 基達是其中一個可能性 但其實也不止 如果有機會離開利物浦的球員 也有幾個 包括 薩基利 也估計 他也有很大機會離開 另外還有機會離開的 包括 羅富雲 Marco Grudget 還有Harrie Rielsen Gridget Harrie Rielsen 兩個都是外借出去的 一個是開發柏林 一個是波利馬夫 其實他們兩個外借出去的時候 都是表現得不錯的 但是 據報道 高寶可能覺得他們 未必能夠適合利物浦的體系 所以為了籌錢 買到他們想要買的人 就可能要放走這兩位的年輕球員 我都說兩句 說真的 這是很多時候媒體會用的一個伎倆 球隊不夠錢買人 所以就賣人走 這是很正常的 因為始終 球隊的領隊或者管理層 都要搞定收支平衡 要面對FFP的問題 再加上這陣子 停賽了那麼久 對於球隊的收入 亦都非常之重大影響 就算踢得回都是閉門作彩 所以 球隊的預算 是少了這個絕對可以理解的 但是情況就是這樣的 如果就算基達可以走到的話 究竟籌到多少錢 這個都會有一個多大的問號 但是 我想這個估計 起碼合理 之前有另一個報導 就買不到天保雲牙 但是如果買新組 就多多錢都買到 這個這樣的估計 因為這個 就算是量入為出 這個其實很貫徹 利物浦的 管理理念 管理理念 即管看看是怎樣 另外一個難度就是 狼隊會不會一次過給你買兩個重心球員 這個就更加難 今次的節目就是這麼多 多謝收看 拜拜 拜拜 我們請客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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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